人情话题来看到凌晨3点多 彰化县园林市有一名67岁的男子 被家人发现了休克昏迷在床上送医不治 也成为这波寒流来袭之下 彰化首起疑似低温猝死的事件 医生也提醒心脏病三高患者以及年长者 除了规律服药血压检测以及回疹之外 必须要保持身体的温暖 睡觉时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被妥保暖的衣物 起床时活动不要过于急促 先补充温开水 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心悸呼吸困难等等症状 也必须要立刻就医 彰化县园林市一名67岁男子 被家人发现休克昏迷在床上送医不治 成为此波寒流来袭下 彰化首起疑似不幸冷死的事件 医生提醒心脏病三高患者及年长者 头颈部肚子及四肢末端保暖尤其重要 民众可利用帽子围巾手套袜子等衣物 维持身体饱满 除了穿的暖还有几点不能忘记 高危险群不宜单独泡汤 如果非要泡汤的话 切记温度误超过40度 最好饭后两小时再进行 不要打吃大喝 同时避免突然用力兴奋等情绪 比开酷寒与早晚温度较低高风险时段外出运动 长者对环境温度变化反应较不敏锐 特别提醒65岁以上长者晚上睡觉时 在随手可拿到地方备妥保暖衣物 起床时活动误过于急促 先补充温开水后 再以温和渐进方式慢慢增加身体活动 是常见的心血管症状包含了胸闷胸痛 头晕或者是左上臂的麻痛感 甚至说晕厥都要小心因尽速的就医 医生也提醒病患需遵照医嘱 按时用药 外出时携带病例卡与紧急用药 注意防寒三保 保暖衣物保健活动保持警觉 就算天气冷也不用怕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